国内穆斯林同胞欢庆回立元旦假期这天 登加楼一户马来家庭却不幸遭遇注容光顾 大火迅速吞噬大半间房子 一家人损失将近十万令吉 庆幸的是没有任何人在这场火灾中伤亡 火灾今早十点半发生在刮拉东家楼的甘榜 54岁的女屋主在马投入 事发时丈夫在外工作 只剩下她和两名孩子在家 眼看火事越来越大 她马上带着孩子逃离住家 小整局接获紧急投报后 派出20人到场灌救 前后一共花了10分钟控制火事 当局目前还在调查失火噪音